他们同位帝国皇帝生的公主 一个是血统纯正的大皇女 她拥有过人的智慧 还是公认的帝国最强魔法师 但出生就患上先天心脏病 谁也不知道她会在哪天突然死去 另一个是奴隶所生的四皇女 虽然顶着皇女的名头 但是其他兄弟姐妹都以羞辱她为乐趣 就连仆人欺负她都让人觉得理所应当 她艰难隐忍沉默管言 一惊觉醒 却一跃成为所有皇族之上的至强魔法师 还亲自手认了变成怪物的大皇女 贝拉看到自己的结局只觉得荒谬 但同时也是心有余悸 自那天后她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也让她不得不对四皇女蒂娜上心 今天她刚来到皇宫 就看到二皇女克洛艾带着一群人围在宫殿门口 她不用想也知道克洛艾又在欺负蒂娜 克洛艾对此也毫不掩饰 毕竟贝拉以前也是很乐意见到这些的 蒂娜内心忐忑地向贝拉醒了 而克洛艾还在不停地当面说蒂娜的坏话 贝拉只能打断她 既然父皇已经认可她 而克洛艾立马改变了态度 于是两人大步走向贝拉的宫殿 贝拉还不忘提醒侍从把蒂娜送回她的宫殿 这一刻眼神对上 蒂娜只觉万分惶恐 其实贝拉也不想管那么多的 偏偏昨天晚上又做了那个梦 梦里那个神秘空间有许多被吊起来的牢笼 每个牢笼里都散发着光芒 而她在最近的一个牢笼里面看到了一本书 名叫皇女蒂娜的璀璨世界 就是那本书写着以后蒂娜会成为最强魔法师取代她 而贝拉自己被憎恨冲昏头脑开始研究竞数 却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怪物 最后成为了蒂娜的阶下囚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她也发现那本书上的内容最近确实在现实中发生 那都是以蒂娜作为主人公所描述的经过 但她不敢相信自己以后会成为那种怪物 自从看到那本书后 她对自己所享有的一切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一向高傲的她也会跟侍女们道谢了 这可把她们感动坏了 看到这一幕贝拉也怀疑自己 就算高高在上也偶尔感谢过她们吧 好像书上也说自己十分高傲 看来有必要去好好调查一下这本书 但躺了几天她还是想先去看看母后 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已经让她感到陌生 她还没踏近呢 就听见里面有人撒娇式的喊着母后 还有夫人官妾的话语 我的小皇子 你这么跑多危险啊 说话之人就是贝拉的母亲 也是当今帝国的皇后下来得非命 还有她的皇子米利奥 侍女也不知所措 明明她已经提前通报过大皇女会过来 她想着现在进去通报 然而贝拉却说不用了 这样反而感觉事先约好的 我反而成了不速之客 你去转告她说我头晕回宫了 侍女却觉得有些不甘心 至少让皇后知道您来过 贝拉毫不犹豫地离开后院 她知道曾经母亲对她毫无保留的爱 因为自己得了魔法式心脏病就已经过时了 而得这种病的人会在承受极其高烧后失去膜 最后停止呼吸 谁也不知道贝拉会何时死去 可能皇后也是觉得自己毫无作用 然后马上就生下了米利奥 她的父皇也是如此 现在只想榨干她的所有价值吧 突然一声姐姐打断了贝拉的思绪 米利奥正笑盈盈朝她跑来 然而贝拉并不觉得开心 她扯住贝拉的裙子笑着问 姐姐你是来看我的吗 你刚刚是不是去后院了 为什么不跟我们打招呼就走了呢 贝拉的目光却聚焦在她的脏手上 她不动声色扯开裙子 然后才说自己突然头疼 那要不要我帮你吹一下 母亲说只要我吹一下就能好 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的面子上 我就帮姐姐吹吹 贝拉果断拒绝了她 却不想她直接扯住贝拉的长发 别不好意思 快低下头 贝拉的眼神变得灵灵 她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说道 因为有你的关心我已经好吗 而且像这样拽别人的头发 是很没礼貌的行为 闻言米利奥才松开手 都是你不听话我才这样做的 要是你马上低头我就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贝拉不想再听她废话 她直接转过身 母后还在后院 你去好好陪母后吧 米利奥恋恋不舍的道别 贝拉也没在理她 走了出去没几步 她就像是米奥来了手绝 看来她现在是连见都不想见我了 玛丽娜 你马上回去准备一下 我要重新沐浴 还有这条手绝扔了吧 回到宫中贝拉把自己又清洗了一遍 特别是被扯过的头发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做了那个梦后内心也变得脆弱了 就会时常想起那个 无论自己多么努力 都会视而不见的母亲 这头长发也是因为 她一直留到了现在 只因为曾有人说过 她这一头金色长发 和皇后年轻时一模一样 想想自己还真傻 于是她拿起剪刀 毅然决然把头发给剪了 为此侍女还跟她闹起了脾气 这么漂亮的一头长发 您不跟我说一声就剪了 我真是太伤心了 贝拉白了太野 有什么好伤心的 快点别哭了 这样多丢人啊 这时侍女才想起来问道 话说您为什么突然要来树林呢 其实贝拉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梦里的那本书 书上说在这片树林 贵族把小孩子当成猎物来玩弄 而这些贵族的后台 就是二皇妃卡丽塔 但不久后事情会败露 于是她和二皇女克洛艾 都将气撒到蒂娜身上 如果这么大的事情 真的如书上所说 那贝拉也不再质疑书上的内容了 这是一个八字胡男人 气喘吁吁跑过来 大皇女殿下 您怎么突然来这里了 贝拉知道这个人 是这片树林的主人威斯顿男爵 不过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我看着觉得很不舒服 男爵内心一惊 支支吾吾掩饰着什么 话说狩猎节快到了吧 狩猎场所就是这个普洛里斯树林吗 男爵赶忙解释 殿下 我这里是布洛比斯树林 贝拉冷冷看她一眼 看来是我搞错了 不过这里不是正在举行狩猎聚会吗 听到这话男爵一阵心虚 我对狩猎也很感兴趣 既然来了要不要去看一看 男爵瞬间瞪大双眼 现在里面很危险 您进去可能会被伤到 贝拉的拐杖往地面一敲 顿时荡起道道波纹 金色光照在贝拉周身形成 你的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倒要看看谁能伤害到我 女孩轻点脚尖便能腾空飞起 她是帝国最强的魔法师 也是堂堂皇家的大皇女殿下 在人前光鲜亮丽的她 却患有先天疾病随时会死去 因此她的母亲立马生下小皇子 然后对她不管不顾 父亲也只是想要榨干她的价值 最可怕的是她还得知 不久后毫不起眼的四皇女 会取代她的位置 而她自己则变成 嗜血怪物迎来悲惨的结局 为了证实梦里那本书的真实性 她今天来到树林 果然如同书上所说 这里正发生的小孩 被贵族当成猎物的恶劣事件 她使用碳层魔法 马上就知道 有人正往她的位置快速靠近 不久后一个红发少年出现 眼见她就要成为恶狼的腹中餐 贝拉一记魔法就吓了她 没想她竟然称呼 贝拉为白三草女皇殿下 贝拉只觉这个称呼 有些奇怪但也没多问 不久后这里由皇家骑士团接管 贝拉也不想再多管闲事 书上的内容已经被印证 她现在要想的是 如何改变必死的命运 这时有人在身后喊她 刚好是她最不想见到的蒂娜 她无奈询问 你的宫里没有侍女吗 蒂娜明显不能理解她的意思 我是说皇族成员 不论到哪都应该有侍女随行才能 其实她只不过想说 要是有侍女跟着 以她们的眼力见 就不会让你晃到我身前了 却没想蒂娜听完后 脸上立马浮现出一抹红韵 她还以为贝拉是因为 关心她才这样说的 贝拉只觉得莫名其妙 她借口有事就离开了 到了夜里 贝拉找来了所有影像魔力时 她想要看看小时候的视频转换心情 五岁时候的贝拉 真的是一脸天真无喜 就连玛丽娜也在一旁不停夸赞 而且还有贝拉教学水魔法的视频 直到现在的儿童魔法教材用的还是这个 贝拉只觉得更加烦满 再厉害又有什么用 不仅不是主角 等待我的却是黑暗和毁灭 想想那本书也是够荒唐的 明明自己没多长时间可活了 还把自己写成那个鬼样 几天后贝拉应邀参加克洛艾的茶话会 因为玛丽娜的苦苦哀求 她才戴上了假发片 克洛艾见到贝拉姐也是很开心 不久后就和二皇妃卡丽娜碰面了 听说你一直闭门不出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呢 贝拉一下就听出她在阴阳自己 不过还是客套说自己研究魔法忘记了时间 是吗 我家拉米埃昨晚也熬夜学习魔法术师来着 不想克洛艾立马拆穿她 前两天魔法老师不是因为哥哥辞职了吗 二皇妃顿时觉得这个女儿真的是没救 贝拉在一旁笑而不已 她知道二皇妃是因为狩猎场的事心情不好 突然她想到书上说狩猎场事件本来会有一人死去的 但最后所有的孩子都平安无事 说不定书里的未来也是可以被改编的 不久后贝拉跟着克洛艾来见她所谓的朋友们 他们果然也跟克洛艾一样十分崇拜贝拉 贝拉觉得他们的性格都好像了 她没想到二皇妃会同意这么没有格调的茶话会 还是先配合着呆一会再早点离开吧 可没过多久不远处就传来一声脆响 是蒂娜这个主人公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刚刚谈笑风声的场景变成了窃窃私语 原来是有位伯爵的小姐因为赶虫子打在了蒂娜的脸上 真追究起来那也应该是她的错呀 谁让她站在那里碍事了 这时又有人注意到了地上的饼干 她不会是因为那块饼干才导致事情发展成这样的吧 再怎么说也是皇女殿下 克洛艾一副嘲讽的语气说道 贝拉姐姐 你看她还是这副德行 真是没眼力见了 贝拉这才知道是克洛艾把蒂娜叫来 然后想一直无视她让她丢脸的 可能在看到那本书之前自己也会参与他们的恶作剧 但现在看到他们行为如此卑劣 我可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 想着贝拉便走到闹市的伯爵小姐面前 直接一扇子拍在她的手背上 可能因为现在是夏天 我刚刚看到有虫子在你手上爬呢 女孩明明是皇帝生下的四皇女殿下 在皇宫的地位却连个侍女都不如 不仅经常安兄弟姐妹欺负 就连那些贵族子女也敢当众扇她巴掌 贝拉明知道自己以后会被小四搞垮 但还是有意无意帮助她 如今在茶话会上有人欺负四皇女 贝拉好好敲打了那位伯爵小姐 但他们还是对贝拉一脸崇拜 完全没听出来贝拉是在阴阳他们 果然不愧是克洛爱的朋友 见状克洛爱也失去了羞辱蒂娜的兴趣 你别在这里破坏氛围了 快去三皇女那里吧 刚才我看见她来找你来着 蒂娜文言鞠躬道别 贝拉复杂地看着她离开 别人都以为她是皇帝和奴仆生的万人邪 但未来觉醒后她会拥有强大的魔力 她是古代魔法王国后裔的绅士才被揭开 眼见她离开后 贝拉让侍女打包些甜点送到蒂娜的宫里 就算以后针锋相对 现在给她一点微不足道的关心也没事吧 突然她想起克洛爱说蒂娜去三皇女那 贝拉话也不说便离开茶话会 因为书上就是说 蒂娜会在去找三皇女的路上 遇到魔法植物差点出大事 她追出去没多久 便听到不远处传来蒂娜的求救声 此时她已经被石人花拖住脚 突然声音从上方传来 呆着别动 不要挣扎 等她抬头贝拉已经挡在身前 她只是抬起手 石人花的藤蔓就被切断了 她也不敢继续发起攻击 蒂娜都已经被吓得眼泪出来 谢谢你 我刚当真的好害怕 贝拉将她从地上拉起 并提醒她这里有魔法植物很危险 蒂娜不停哽咽着 我闻到十分甜美的香味 不知不觉就来到这里了 说完她还抱住了贝拉 大皇女殿下真的很感谢你 呜 贝拉也是被她的行为整蒙了 但她还是耐心解释 对魔法植物没有抵抗力的话 很容易会被香味迷住 下次不要来这里附近了 等蒂娜走后贝拉才抱怨 没有训练过就敢跑来这边 真是个傻瓜 幸好我的奈潘德果实没有被伤到 原来这石人花是贝拉为了研究魔法药而养的 这是身后传来戏谑的话语 我刚才听到惨叫声 真奇怪呢 看着也不像我这位漂亮姐姐发出来的声音 来人正是二皇子拉米来 二皇妃一直想让她当上太子 但这个人却是一点都不上心 在书中她一直折磨蒂娜 最后落得被男主处死的下场 贝拉看到她就觉得很不爽 反观她还笑嘻嘻的 还是说刚刚惨叫的人 被你喂给了这株植物了 贝拉这也想起来 本来书上是说拉米来救了蒂娜 一想到她还把自己的植物毁掉就怒气上 拉米来也被盯得心里发毛 话说你来魔法庭院干嘛 难道是对我的植物有什么歹念 这种东西白送我都不要 我喜欢漂亮的魔法植物 它们更适合我 贝拉看到她自恋的样子简直小 没想到她还搭上贝拉的肩膀 你都多久没有见我这个哥哥 怎么不开心一点 贝拉无情打掉她的手 你比我还晚出生七个月 说吧也不再跟她废话 一个魔法就在原地消失了 健壮拉米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话说她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那就让我偷偷打探一下吧 当晚蒂娜就收到了贝拉让人送来的甜点 她顿时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在细想白天发生的事 大黄女不仅在茶花会上为自己出头 还在魔法庭院就吓了自己 她吃了一小口 然后抱着盒子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 我要一小口一小口省着点吃 次日早上贝拉收到了巴比孟泰拉的来信 这都是些关于魔力心脏病的信息 还附带那人亲口吟唱的情歌 贝拉只敢一阵无语 在五年前一些贵族的少爷就被推选成 贝拉的未公夫候选人 只是因为她的病情迟迟没有进展 只有这个巴比对她的事一直很伤心 就在这时贝拉感知到了屋外的一眼 这股魔力不是拉米埃就是二皇妃的 只是轻轻捏下手 窗外的黑影便被消除了 解决事情后 玛丽娜告诉她本会要和皇帝用餐 刚见面皇帝就询问贝拉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贝拉只是敷衍应答了一下 但她心里还是对这个父亲很失望 她是知情人之一竟然不问自己的身体情况 反而关心自己的头发 坐在对面的拉米埃开启了画牢模式 说是不是失恋什么的 贝拉直接给她上了个禁言魔法 接下来就是皇帝像走行士一样的关心自己的人 总之一顿下来饭没怎么吃 却是让贝拉没了胃口 没想到拉米埃还在外面专门等她 她抓着贝拉短发的是说个不定 还想专门用影像模式留念 就在这时楼下传了一阵催促声 正是贝拉从树林救出来的那个红毛正被带走 拉米埃好奇道 那不是你从树林救出来的异端分子吗 你还终于知道可以用禁术治疗自己的心脏疾病 可是那样就必须牺牲一个无辜的人 虽然书上说自己会失败变成怪物 但只要不失败不就可以了吗 找一个没有人在乎的家伙献计出去 禁术一旦成功她的悲剧可能被改写 为了找到关于自己心脏病的信息 贝拉抱着侥幸心理独自来到图书馆 其实如果真的有这种资料的话 皇帝和皇后早就帮她找出来了 毕竟现在的贝拉对他们还有用 可贝拉还是想依靠自己 刚好她发现了禁忌书库的大门 也许里面有能帮上忙的资料也说不定 小小的结界根本拦不住魔法天才贝拉 这里的魔法书比贝拉想象中还要多 很快她就找到《名叫世界的另一类》这本书 在伟大的魔法师中只有被选中的人 才能窥探这个世界的秘密 那是了解宇宙真理后仍保持理智的人 才能到达的地方 魔法师们将其称为世界的另一面 贝拉心想这会不会是她梦里的那个空间 所以除了我还有其他魔法师 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吗 她这才知道 在那个空间里的每个笼子里 都包含着这个世界的真理 而她的人生被分为了 去到那个世界之前和之后两个部分 所以贝拉在做了那个梦后星星 才发生了变化 就在这时大门结界发出警报声 贝拉还没想出对策就有人吊住她 大皇女殿下 请您从结界内退后一步 这里的图书不允许带出去 贝拉将脚收了回来 警报声才停下 她转而问来人的身份 基里安·拜伦哈特见过大皇女殿下 拜伦哈特家族是帝国两大公爵家之一 而基里安是巴伦哈特公爵的唯一继承人 不仅长得好看 还拥有绝伦剑术和超强的魔法实力 在贝拉发病前 她是最有力的未婚夫候选人 由于当时贝拉对订婚没兴趣 所以只是出于礼貌通过几次书信 但现在贝拉对这个人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在皇女蒂娜的璀璨世界中 她就是蒂娜的良配 甚至还因为蒂娜对贝拉大打出手 所以贝拉从对她的毫无感觉变成了厌恶 贝拉表面跟她寒暄好久不见 实则担心她看到自己手上拿的是什么书 听说您经常闭门不出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您 能亲眼看到殿下的美貌是我的荣幸 面对她的恭威贝拉沉默不如 基里安还以为她是有哪里不舒服 贝拉不想跟她多说话 借口有急事就要离开 可手上的书又传来一阵拉扯 您要是忙的话 需要我帮您把书放回去吗 贝拉表示自己来 她不想让这个人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书 出门后贝拉好久都没有平复心情 她总感觉那家伙刚刚有在嘲笑自己 也许是偏见让自己想多了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犬肺声和惨叫声 你这胆小鬼 连只小狗仔都害怕 二皇子殿下 请您别这样 果然是蒂娜这丫头又又被欺费 而这次欺负她的对象是二皇子顾虑 她就让狗子拦在小路中间不让蒂娜通过 贝拉在另一边看着他们 她感到有些奇怪 之前存在感这么低的人 最近总是被自己撞见 而且拉米埃的影蛇 为什么挂在她的身上呢 其实拉米埃之所以把影蛇 放在蒂娜这里也是因为贝拉 她知道自己在贝拉这边 根本打探不到消息 而贝拉最近好像跟蒂娜有接触 所以想在蒂娜身上查出贝拉的秘密 贝拉无奈说了句吵死亡 然后施展魔法 两道光束迅速向二皇子和狗子戏去 然后化成藤蔓缠上了狗腿 接着二皇子就被吊了起来 她被吓得哭电喊牛的 贝拉姐你在哪里啊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看我狗绳都系好了的 蒂娜也被震惊到了 大皇女殿下又一次帮了我 而贝拉只是觉得那狗和二皇子太吵了 她讨厌这些凡人的东西 至少她觉得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之后贝拉来到只属于她的温室 在这里她可以跟鸽子们畅所欲言 最近因为各种事情没能来看你们 真是对不起 今天你们能不能安慰我一下 可这始终是贝拉的自言自语 鸽子又如何能听懂她的话 宫殿这么大 却好像没有人在乎她 就像这些鸽子一样 贝拉像是被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又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呢 想着她打开牢笼 愿鸽子们自由飞翔 就算他们风餐露宿 但那至少是他们渴望的生活不是吗 就在这时一旁传来沙沙的声音 看到人影贝拉警惕了起来 并不是谁都能进到这里的 但也没想到会是 拉斯那伯爵的儿子红毛 这时温氏外传来 士兵们吵吵嚷嚷嚷的声音 贝拉不用想也知道是来抓红毛的 红毛沉默不语 她听到外面的人说 要激活她身上的魔法链 一把抓住贝拉的手 带我去找能出宫的路 不然的话 贝拉只觉得无语 所以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闻言红毛的手松了几分 说话也变得温柔 我不会伤害你呢 你就帮我离开这里吧 贝拉也能感觉手上的握力变小了 只要她用魔力就能轻松挣脱 但她依旧给红毛乖乖带路 因为这样会更有意思 不过她也好奇红毛是怎么进入温室的 红毛却说她用手艺推门就开了 贝拉有些不可置信 这里的结界只对她的魔力有反应 虽然可能是防护魔力石的原因 但那个概率很小 红毛突然红着脸询问 你是白三草黄女殿下没错吧 对此贝拉没有狡辩什么 她心想这少年只是受到了魔力石影像的影响 红毛家就是有那么一块魔力石 上面保存的内容 正是贝拉小时候记录的一段宣传片 视频里的小贝拉到处寻找白三草 给她的母后做皇冠 贝拉只觉得这人可能魔争了 突然她才意识到这家伙 对自己说话总是没大没小的 红毛刚说了抱歉 贝拉就说没事 我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有人这样和我说话 感觉还挺新鲜的 也多亏了你 我今天遭到的心情才好转了一些 所以今天我放过你 你以后要知道感恩 其实贝拉很清楚 就算她从这里出去了 因为身体里被种下了魔力链的原因 她也很快就会被抓住 这些她自己应该懂的吧 最后贝拉多嘴问她离开皇宫后要去哪里 我要去一个有人需要我的地方 随便哪里都好 听到这答案贝拉仅仅是稍稍动怒 很快两人就抵达了后门 红毛打开门向贝拉道谢 然后朝门外走去 贝拉想要阻止 但为时已晚 踏出门口的一刻她身上的魔法链就有了反应 很快就有人过来把她给制服了 其实贝拉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却也只能让那些护卫不要对那孩子太刻薄 就算我告诉了她也肯定会被抓到的 还是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直到第二天贝拉才想起来 在书本里被自己用来当作祭品的 正是这个红发少年杰拉德 大公主为了治疗自己的心脏疾病 用禁术献剂一个活人的生命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导致她变成试杀成性的怪物 明知道自己的结局会变成这样 贝拉却依然选择禁术这条路 这是她能找到唯一避免死亡的方法 但在这之前 她必须先把禁术研究透彻 所以她在皇室禁忌书库中偷拿了一本书 原来每种禁术的基础术实都不一样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需要献祭活人 纪品与失术者的魔力波长越是相近 那失术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贝拉这也才想起来 在书中原本自己用来献祭的人 正是昨天遇见的少年 而她的魔力波长和贝拉最为相近 杰拉德的出身跟蒂娜一样卑微 是属于白夜殿堂的异端分子 最后却成为了蒂娜最为忠实的护卫骑士 在书中的贝拉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一次宴会上 那时候的蒂娜已经觉醒 贝拉的地位已经被蒂娜取代 她也变成了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贝拉听着这些人嚼舌根很是窝火 然后用魔法打下吊灯 就是杰拉德把蒂娜救了下来 不知悔改的贝拉还走到他们面前嘲讽 奴仆出身只有一半皇族血统的皇女 以及家族没落的异端分子骑士 你们还真是般配得很 说是这么说 但杰拉德还是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 于是她布下陷阱将杰拉德抓住 死到临头杰拉德都不知道 她发誓要献给蒂娜的肉体和灵魂 最终都被贝拉这个恶毒的大皇女给夺走了 贝拉也终于在禁术书上 找到了自我拯救的办法 而她选择的祭品依旧是杰拉德 这次让我就下那孩子应该是某种启事吧 无论如何我都要把那孩子掌握在手中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她刚出门没多久又碰到了书中的主人公蒂娜 她还是这么蠢 来到贝拉面前还摔了个狗口 但她又知道借着摔跤拜见大皇女殿下 搞得贝拉都觉得无语 而蒂娜跟来的侍女还无情地嘲笑自己的 贝拉这也才知道为什么她以前一直不带侍女出来 原来是一群可有可无的东西 那两名侍女看到贝拉的目光立马收声 他们恭恭敬敬给贝拉行李 贝拉将蒂娜从地上拉起关心问着 你跑这么急干嘛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的 很抱歉在您面前这么丢脸 而没得到吩咐的两名侍女只能保持行李的姿势 贝拉都不知道说她单纯还是啥 就算只有一半的皇族血统那也是皇女 竟然让那些仆人这么放肆 而且拉米埃的影蛇一直挂在她身上 难道都感觉不到吗 贝拉也注意到了蒂娜红肿的手背 蒂娜说是上课时弄的 但贝拉没听说蒂娜有授课老师啊 前不久三皇女殿下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她一起听托勒森子爵大人的课 所以每周我都会在三皇女的宫里上一次课 贝拉觉得那人真这么好心 太阳都打西边出来 那上课跟你的手背受伤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是没跟上进度被老师打的 蒂娜满脸幸福地解释 不是这样的 是三皇女殿下答不上来问题 我就替她挨打的 听到这话贝拉的神情冷了下来 可蒂娜仍旧挂着小脸 虽然有点疼 但是挨打之后就能知道正确答案 所以我很开心 贝拉没想到这时代还搞鞭筒这种事 而且对象还是堂堂皇女 原来是这样啊 你把手给我 说把她往蒂娜的手背施展至于魔法 话说你刚才为什么着急跑过来啊 因为上次您帮我 我还没跟您说谢谢 每次我觉得无助的时候 您都会及时出现 还有您送我的茶点 我真的很喜欢 贝拉看了一会 这个天真的犯傻女孩 然后把脸转向一旁 那真是万幸 等会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是不是还没接受你们的问候 你们可以起身了 听到这话两名侍女 只得感恩戴德的道谢 说完这话贝拉直接走开 对蒂娜的道别也没有理会 她为什么能笑成那样 说我帮她 简直是无稽之谈 难道必须善良到这么愚蠢 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吗 突然一声大黄女让她停下脚步 来源正是贝拉的母亲当今的皇后 贝拉生出一个幼稚的想法 她先叫了我 难道是特意过来看我吗 说不定是听说温氏的事情 因为担心过来找我了 贝拉刚想把心里话说出来 大黄女 你是不是疯掉了 一声呵斥把贝拉拉回现实 她的心顿时沉入谷底 听到那些传言的时候 我以为是他们胡说 我看你和那种下贱的东西 混在一起 连身为皇女的身份都忘了 你是卡密欧丽塔的大皇女 也是我的女儿 还是米利奥的姐姐 我希望你为人处事都注意点 别给我们丢脸 贝拉听到这些话心如刀绞 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 回到寝宫后 她的心绪一直得不到平复 乍到我嫁之后 就会无情抛弃我的父亲 有了瑕疵就不再管自己的母亲 独占母爱又不懂事的弟弟 以及会克服一切逆境成为 最终胜利者的善良女主蒂娜 真的好想把他们都干掉 蒂娜16岁才会觉醒 干脆现在除掉12岁的 她会不会好一点 贝拉看着自己的双手想着 原来我就是这种 内心丑恶的人吗 贝拉将所有仆人遣出房间 她不想别人看到 自己如此黑暗的一面 晚上她再次拿出 小时候录下的视频 她知道 无论她怎么挣扎 那个口口声声说爱 她的母亲再也不会回来 视频中幸福的小女孩 也不会再见了 这天晚上是贝拉迄今为止 度过的最漫长且难熬的一夜 第二天她就让弗莉娜 再把影像模式都扔了 弗莉娜说什么也不肯 就算你再也不看了 但对我来说 她们比什么都珍贵啊 贝拉只能让她自行处理 总之不要让自己看见就行 吩咐完后 贝拉就来到了三皇女的宫殿 三皇女丽安娜和那名魔法老师 看到贝拉都是战战兢兢的 她们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来这里 我听说这里有很有趣的画面 可以看所以来了 子觉看了一眼旁边的蒂娜 原来她是来看四皇女被鞭打呀 自以为想明白后 她便开始上课 三皇女殿下 我们先复习一下上周的内容 请叙述一下我们帝国和邻国 签订来西亚条约的背景 三皇女看了一眼旁边的蒂娜 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两个字 子觉见怪不怪 看来您没有好好复习啊 既然如此 四皇女殿下 请您站出来 蒂娜听话地站起身 然后主动伸出双手 打完你之后我就把答案讲出来 然后才继续上课 子觉的鞭子刚要抽下 一旁就传来贝拉的冷笑 托勒森子觉 难道你有很多条命吗 每次出场都会惹得人心惶惶 在整个帝国 没有人比她更擅长使用魔法 然而就是在她冷酷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比任何人都要温柔的心 她明知道四皇女以后会成为自己的宿敌 却一而再地将她从无助的境地拉出 虽嘴上说着不关心她的死活 做出的行为总是对不上嘴 得知蒂娜在三皇女那里挨打 她第二天就来亲自监督 在子觉老师要打下去的那一刻 她就冷声制止她的行为 还用魔法将她的轿边折成好几段 而她的双手也随时会被废掉 三皇女还想插嘴 就被贝拉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一旁的蒂娜都看呆了 子觉解释说是听三皇女殿下的指令行事 然而贝拉一句话让她闭上嘴 那三皇女让你伤我耳光你也会照做牢 说话间还不忘猛抽子觉的手 身为教师却被不懂事的皇女摆布 这件事我会跟父皇如实禀报 赶紧滚吧 子觉这才灰溜溜逃跑 还保证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 被留下的三皇女忐忑不安 丽安娜 居然把蒂娜当成挨鞭铜来用 你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一直没说话的蒂娜反而帮她脚鞭 大皇女殿下 这都是我自己想这么做的 三皇女殿下没有错 我只是想多学些知识 丽安娜健壮也想把锅全甩给丽娜 可贝拉完全不吃这一套 下次你再敢这么做 我就让你挨够鞭的 丽安娜再也无话可说 她身旁的蒂娜却是满脸担忧 在这种情况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真是让人郁闷啊 她叹气跟蒂娜交代 下次还有这种事你就告诉我 如果你真的想听课 我可以给你单独安排一位老师 听到这话蒂娜感动极了 贝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 每次看到她都会说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也不知道那天到来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时间伴随着贝拉糟糕的心情匆匆流逝 眨眼就到了狩猎节开始的这一天 贝拉第一次披着短发出现在公众场合 首先迎来的是拉米埃娜夸张又油腻的嘴脸 我的姐姐 你今天也像我一样美丽动人哦 克洛艾也是第一次见到贝拉短发的样子 于是她对贝拉更加崇拜了 姐姐你剪了短发之后 就像月光风暴中的骑士 她还不要脸的想要贝拉剪下来的头发 贝拉被整个无语 你不要说这么奇怪的话 而周围的人群自从贝拉出场后一直骚动着 那些贵族小姐不少都面红耳赤 在等待的时间拉米埃的嘴总是停不下来 听说你的魔力石又追加制作了一百万 看来这次最佳皇女殿下又是你当选了 这下母亲又要唠叨我 我很好奇 你那个场景是怎么拍的呀 贝拉当然不会告诉她 并不是刻意打拍的 在前几天所有的皇子皇女 都为这个月的宣传片努力 拉米埃提交了认真听课的影像 想也知道是二皇妃安排的 毕竟她平时的风格可以说都是放荡不羁的 贝拉想想就想吐 听到米利奥的影像贝拉挣了一下 她提交的是为皇后做发环的视频 贝拉真是觉得无语 自己好几年前的视频竟然还翻拍 但贝拉也没有什么好想法 弗利娜还想说让贝拉和米利奥拍一遍 但这个去年已经拍过了 而且她不想再让皇后为了米利奥利 自己 明思苦想她想到了温室的监视影像 视频的角度拍不到 杰拉德是怎么进入温室的 但她也很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 不得不说你在这方面真有天赋 我都想追加制作一百万个魔力石了 克洛艾也是羡慕不女 我什么时候才能被选为本月最佳皇女啊 这时莉安娜说出了不合时宜的话 你们不觉得有股难闻的味道吗 这里有个人一点都不合群了 她连一块魔力石都没有 贝拉也有点好奇 为什么克洛艾要挨着蒂娜坐呢 患在平时一定会粘在我旁边 天气好热呀 给我拿一杯清凉的饮料过来 不要平时的草莓汁 给我拿一杯清淡且没有果渣的吧 不管怎么说草莓汁还是太过分了 贝拉还不知道她说是什么太过分 最后侍女拿来了一杯薄荷茶 太好了 那我就开始喝了 说吧她将饮料泼向旁边的蒂娜 哎呀呀 手滑了一下 饮料都洒出去了呢 明明同样是姐妹 面对大姐她崇拜的像个小迷妹 大姐说一她不敢说二 估计要被二皇女欺负死 这不 今天克洛艾大庭广众下朝蒂娜泼饮料 还说不小心手滑了 贝拉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点能行 她还选了颜色比较浅的热影 而克洛艾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让蒂娜无法参加狩猎节 眼看周围开始议论纷纷 贝拉作为大皇女不得不管 克洛艾这里不是你的起工 如果不想自毁皇族形象就应该自主 克洛艾连忙点头表示知道 接着贝拉又把蒂娜叫起身 你这个样子应该不能参加狩猎节了 蒂娜虽然不语 但看得出她有点不甘心 虽然这是克洛艾失手弄的 但穿着这身衣服确实没办法参加活动 蒂娜仍旧不想放弃 二皇子和三皇女在一旁等着看好戏 好爷 贝拉姐姐可能真的要把她赶出去了 该拿你怎么办好呢 贝拉认真思考 惹得蒂娜忐忑不安 这是旁边传来克洛艾大笑的声音 贝拉立马想到了好点子 那就是让克洛艾把礼服借给蒂娜传 克洛艾当然不肯 贝拉姐姐你太过分了 怎么能让我把衣服借给她呢 贝拉不急不躁 饮着茶说道 希望大家能向克洛艾学习 这种以身作则敢于承担的行为 克洛艾本来还想推脱 可她听见周围的人都在夸她 听说二皇女殿下 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四皇女殿下 四皇女殿下真是万幸 二皇女好善良啊 克洛艾刚刚不情愿的表情 转眼间消失 立马变得洋洋得意 既然你都这样安慰我 那我就忍忍吧 贝拉敷衍应了两下 心想这傻姑娘真是好哄啊 这是五皇女比比安急匆匆跑来 哥哥姐姐们你们看到了吗 百伦少公爵来了 文言克洛艾和丽安娜都满脸期待 只有贝拉愁于莫展 看来男主要登场了呢 其他两人纷纷向比比安询问 少公爵会不会喜欢自己的装扮 贝拉实在受不了他们这花痴药 你们给我注意下皇家的威严 不管你们怎么努力 最后和基里安在一起的指挥师蒂娜 姐妹之间争夺一个男人的狗血剧 想想真要吐血 这是基里安和贝拉的眼神对上 贝拉立马挡住 就算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夫人选 但现在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无论发生什么我看都不想看 不久后狩猎节终于迎来开幕 首先是皇帝为开幕式致辞 台下的皇子皇女个个都提不起精神 贝拉也觉得她今天讲话 比平时还要更加枯燥乏味 好不容易终于轮到贝拉发表贺词 拉米埃立马就来了话题 你说她今天的贺词能有多少 上次她好像写了十页 没准这次她准备了二十章吗 然而贝拉开口就否定了他们的想法 她不想再重重复复念着帝博和荣耀那几句话 各位 今天的贺词我将用礼炮来代替 说罢她将手高举向天 丝丝魔力朝天空挑去 不久一个美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顿时惹得现场喧闹起来 皇帝想要制止 但礼炮声和群众的喧闹声 把她的说话声完全盖住 虽然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做 但凡想比贝拉想象中要好 于是她有个小小的想法 她立马付出行动 于是下一颗礼炮上显示着一排古老的文字 而那句话的意思是皇帝是光头 天哪 真的没带了 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感觉像一幅画一样 你看那线条多优雅呀 年幼的米丽奥也满心欢喜 父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烟花吗 真是太酷了 皇帝眼见大家都喜欢也没再多说什么 如果他知道那句话的意思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其实那文字是肖王的古代语言 世界上除了贝拉没几个认识的 见状贝拉也不再藏着掖着 皇帝现在戴的是假发 皇帝陛下的耳朵是驴耳朵 一颗颗礼炮炸开 骂皇帝的话不断更替 所有人都被这场烟花所惊艳 而贝拉的小心脏有点坠坠过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这么拍 感觉还挺有意思 这时她发现查理斯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贝拉立马收住了笑容 她为什么看着我笑 而且长这么好看 真是让人讨厌 皇女当着万千人民的面 放着烟花说自己父皇是秃头 然而皇帝却没有生气 所有人也沉浸在这烟花的盛宴中 因为这是少数人才认识的古代文字 做出这么刺激又有意义的事 贝拉这才露出真正开心的笑容 这些年她一直遭受病痛折磨 不许没得到家人的关心 这个皇帝还想将她吃干抹尽 所以她常年得不到快乐 然而下一刻贝拉又笑不出来了 因为有个人竟然不看烟花 而是对着自己笑 贝拉心想她不会也认得这些文字吧 挺好的心情竟然被她破坏了 很快烟花结束 贝拉走下台来 很多人问她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 贝拉当然不能说是骂皇帝的话 只能厚着脸皮说是祝福帝国繁荣陛下安康的话语 这时有人过来打招呼 贝拉立马沉下脸回忆 来人是二皇妃的胞弟格雷侯爵 二皇妃拼命想让大皇子当下一任皇帝 这个格雷依旧是她的友军 而她也一直将贝拉视为眼中钉 此时她还人模狗样地跟贝拉打招呼 听说您最近很忙啊 贝拉无奈说道 我也想闲一点 但帝国没有我可能真就赚不了了 格雷依阴阳怪气地追捧 不愧是咱们最强魔法师啊 贝拉听得出她在挖苦自己 但这根本对贝拉造不成麻烦 我听说布洛比斯事件的主谋跟格雷侯爵您很熟 多亏了我帮你砍掉这些烂树枝 才让你现在得以清闲罢 格雷依有苦说不出 还得感恩戴德向贝拉道谢 贝拉嘴上占了便宜心中暗爽 但贝拉没想到她又提到了杰拉德 我听说她去了白夜殿堂 还不如死在树林里算了 但我觉得她的余生还是太可怜了 毕竟我跟她父亲从小就认识 她母亲去世前几年还跟我有联系来着 总之我绝对支持您打击犯罪的态度 贝拉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提到杰拉德 只是草草应付两句 然后把这人打发走了 可格雷依前脚刚走 一个更麻烦的人又找了上来 巴比孟泰拉拜见大皇女殿下 来人是孟泰拉家族的三少爷 也就是她在这几年一直给贝拉写信唱歌 少爷好久不见 是啊殿下 我很想念您 您剪了短发还是这么美 我刚刚看您站在台上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您上次还给我回了信 别提我有多感动了 贝拉想想确实有那么回事 当时因为刚被皇后伤透心 所以才简单回复了两句 看来以后做这种事不能冲动 我想您应该是对我的歌很满意 所以我又写了一首新歌 听到这话贝拉瞬间不淡定了 果然巴比立马单膝下跪 您这个月的宣传片让我有了灵感 希望我能有幸在这个场合为您献上赞歌 周围立马骚动起来 天哪 她好像要在这里唱歌 跟大黄女殿下表白 贝拉真感觉头痛 这家伙比格雷一还要难对付 孟太拉少爷 我很感谢你的心意 但这里毕竟人这么多 只要为了您我都不在乎 请您答应我的请求 贝拉心里内喊着 你不在乎但我在乎 真不要唱了 然而巴比已经打开了歌喉 大黄女殿下 喊声突然传来 基里安拜伦拜见大黄女殿下 贝拉对这个人的出现感到莫名其妙 巴比感觉到压力 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 孟太拉少爷 我有急事和大黄女殿下商量 你能暂时回避吗 巴比看了一下那冰冷的双眼 只能跟贝拉匆匆道别 贝拉终于松了口气 这才询问拜伦少公爵有什么事 基里安也不掩饰 我看您刚才处境尴尬就擅自插手了 如果让您不开心 那我向您谢罪 虽然没什么必要 但对于你的心意我还是很感谢的 话是这么说 但贝拉也没想到自己看起来真有这么尴尬 看来您和孟太拉少爷走得挺近的 真没想到未婚夫人选中 还有跟您有书信来往的人 那您为什么没有给我 少公爵 周围声音太吵了 刚没听清 能再说一遍吗 文言基里安只是看着贝拉又不说话 贝拉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 就好像受到了伤害一样 接着基里安把话题扯到狩猎大赛上 希望您今年能摘得桂冠 贝拉听到她这句话总觉得憋着骨气 什么今年希望您摘得桂冠 要不是这讨厌的并去年的冠军也是我的 去年获胜的人是你吧 今年桂冠会找到她本来的归属 回到寝宫贝拉还是久久不能释回 就算我注定赢不了地马 但这不代表你这个男主也能踩在我头上吧 然而现在另一件事让贝拉更在意 他没想到格雷伊和杰拉德竟然有关联 但这并不能影响贝拉的计划 异端分子要五年时间才能重返社会 而管理他们的是白夜殿堂 就连贝拉这个大黄女也无权干涉 所以贝拉就必须拿出足够的东西 跟那些魔法师做交易 很快她就有了想法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 找让自己活下去的方法 却一不小心把女主的男伴抢了 女主也无意间被她掰得不是很值 可能是贝拉有意无意的帮助 亦或者是贝拉剪了短发实在太迷远 蒂娜对贝拉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贝拉刚刚放完烟花换好了衣服 她发现帐篷外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盒 这些都是各位贵族小姐祈求五蕴的礼物 有的是真心想送给贝拉的 毕竟她大黄女的地位和实力都摆在那 有些是想送给拜伦少公爵的 可是她从来不收礼 所以也都放在了贝拉门口 而这时蒂娜也向贝拉的帐篷走来 大黄女殿下 我能进去吗 蒂娜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您刚才放的烟花真漂亮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烟花 贝拉只是淡然回了声谢谢 还有您剪的短发也很帅气 之前一直想跟您说来着 只是没找到机会 贝拉神情依旧 好 这位也谢谢您 她没想到 拉米埃的影子这么久了还在她身上 这时蒂娜说话支支吾吾的 由于好久才拿出一张神卷 如果可以的话 您能不能收下她 我在手卷上面绣了刺绣 祈祷您能夺得狩猎大赛的桂冠 贝拉看到她伤痕累累的手才知道 原来之前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是为了给自己送这个 所以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可是很讨厌她的 将来闪耀的女主将会夺走我的一切 但现在她还是需要人保护的孤独女孩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很贪心 但如果您收下我会很开心的 即使不喜欢您也可以扔掉 贝拉只觉得这人真是蠢 连真情假意都分不清 想是这么想 但贝拉还是接过了她的手卷 蒂娜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她当即跪下一脸的满足 您一定会获胜的 贝拉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大 只是看到她那饱含善意的双眼 就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情感 贝拉只当那是优越感了 这时弗丽娜神色慌张地跑过来 带皇女殿下 皇后殿下和三皇子殿下来了 听到这消息贝拉立马起身 没出门就听到远远有人叫她姐姐 此时如母正抱着米利奥大步走来 皇后则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先是双方侍米向对方主子行李 一旁的蒂娜也微微鞠躬 大皇女下午好 也许是认为贝拉没有拿她之前说的话当回事 皇后的语气带着许些冷意 见状贝拉也波澜不禁地向她问好 米利奥走近贝拉 姐姐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 说把她摊开手掌展示手中精致的发誓 这个可是我特意做的哦 其实贝拉一眼就看出是如母做的 但还是假装开心地跟她道谢 她也注意到了 紧紧跟在一旁的影像魔力士 意识到到这个从不待见自己的母后 是为了拍视频才过来 这时米利奥突然不满说道 不过你的头发变得太短了 明明长头发的时候更漂亮 贝拉假装不知情回了巨室吗 实则在心里庆幸自己把头发剪短了 她可没想让这个弟弟觉得自己漂亮 就算这样 我也会亲手给你戴上发誓 刚想动手她就发现贝拉手中的手卷 那是什么东西 你已经收到别人的礼物了 贝拉还没解释就听到她乱叫 绝对不可以 我要当第一个送姐姐礼物的 说把她将贝拉的手卷打掉 蒂娜在一旁看到后脸色一阵煞白 皇后也急忙喊着米利奥 你不能这样 万一被指甲刮伤了怎么办 听到这话贝拉的心又凉了半截 明明挨打的人是我 却关心那个蛮横的蠢弟弟 虽然我能理解五岁的孩子做这些 但她不但没有指出她的错误 反而心疼起来了 随后贝拉让弗里娜将手帕点起来 她唤了一声米利奥 因为不是第一个送我礼物的人 所以你很生心了 但你现在也看到 我还没有把任何人的礼物 带在身上 我也感觉你做的发饰很适合我 能不能亲手帮姐姐带上 于是影像魔力时 将这看起来温馨的画面 记录了下来 但贝拉真的很抵触 这种任人摆布 又不得不饰演的角色 太好了 大皇女终于跟皇后闹掰了 自从贝拉被检测出有心脏病 皇后就对她这个女儿挨打不理了 为了博得她的一点关心 贝拉可谓是对她百依百顺 直到今天她终于无法忍受 就在刚刚 米利奥给贝拉戴上 她所谓亲手制作的发饰 借这个机会 米利奥提出让米拉狩猎得到第一名的话 就送一只兔子给她 但正常人都知道 狩猎场上是没有兔子的 奈何米利奥还在一直撒泼 贝拉只觉得心累 而弗莉娜也趁这个时候 帮贝拉整理好被弄乱的头发 这时皇后也走了过来 阿勒贝拉 我只有今天和最后一天参加活动 我不在的时候 你作为姐姐要照顾好米利奥 贝拉知道她张嘴就是米利奥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心里 虽然贝拉没期待过她会鼓励自己 但像狩猎魔物这种事 竟然连一句不要受伤都不肯说 就在贝拉思索间 皇后撇向一旁默不作声的蒂娜 紧接着她让侍女把影像魔力士收起来 而她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争鸣 阿勒贝拉 关于你的传闻 我听到的不止一两个了 你还想和这个下贱的东西一起混到什么时候 蒂娜见状很是愧疚 她觉得是自己让大皇女为难了 我上次应该跟你说得很明白 为人处事都要十分注意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身为皇族的觉悟 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丢脸 这一瞬间 贝拉的好胜心被彻底激发 这种话我还要乖乖听到什么时候 反正无论我做什么 都不可能再得到她的关心了 如果我冒犯了您 那我应该向您谢罪 皇后还以为贝拉是知错 刚想接话又被贝拉打断 她大手一挥 就生成一个光照将几人围住 在这之前 我觉得您应该先教一下米利奥身为皇族的基本素养 她虽然还小但也应该懂得公私分明 在这种皇室百姓共庆的活动 更不应该像个泼皮一样耍赖 想到她这种品行会给皇族和母后带来麻烦 我这个做姐姐的也会十分苦恼的 皇后万万没想到贝拉会这样教训自己 还想用姐姐的身份对贝拉进行道德绑架 你这样也算是米利奥的姐姐吗 可贝拉完全不吃这套 谁说我不算她姐呢 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弟弟好啊 我该去做赛前准备了 树不远送 您路上小心 还有您放心 刚刚我们的对话被我用姐姐评定 您这么在乎脸面的一个人 这算是我送您的一点小心翼 皇后听完老脸憋的通风 但贝拉离开后没有结界又不敢当场发飙 贝拉独自来到角落 说实话她并不像表面那般瓶颈 毕竟这可是她第一次在皇后面前跟她讲道理 同时她也感到身心疏疮 这时蒂娜和弗里奈一脸担忧地走过来 贝拉看到蒂娜欲言又止的样子反而先开口 让你看到这么滑稽的银幕被吓坏了 蒂娜想说是自己的原因却半天没说出来 而贝拉则是让弗里奈把蒂娜送的手卷给自己 接着她把手卷记在手上 反正除了米利奥给我的发誓不会再带别的了 我这样也不算是对她说谎吧 反观蒂娜则是受宠若惊 很快狩猎大赛的号角吹响 蒂娜最后给贝拉送上了真诚的祝福 贝拉一上场就见到了基里安 支持双方的贵族都不在少数 不久后两人分道扬镳 一个往南一个往西 很快第一天的狩猎结束 贝拉打到了准魔法灵兽盘塔努拉 她听着那些贵族们的追捧也是有些自豪的 就让我看看拜伦少公爵你呢 贝拉想法还没形成就听见众物落地的声音 天哪 这是克鲁考斯 虽然也是准零兽级别 但狩猎结上已经十多年没抓到过她了吧 快看这闪闪发光的皮毛 贝拉顿时怒气上涌 没想到少公爵这么厉害 只是运气好而已 这多亏大皇女殿下帮我求得五遇 贝拉恨得牙痒痒 希望你的运气能坚持到狩猎结最后那天 没想到基里安更开心了 听您这么说 我感觉真的会那样 贝拉能感觉到她没听出自己在阴阳她 但她越是这样 贝拉就越是讨厌她 然而事实可能真的跟基里安说的那样 她的好运到了第三天还没见消失 而且打到的猎物一只比一只稀罕 贝拉顿时觉得手里的猎物不香了 基里安走过来恭维道 您抓到了马达拉克呀 这种生物一个人是很难抓的 真不愧是大皇女 贝拉虽有不甘但以服气 你更厉害 竟然抓到马拉苏斯 就像前几天说的 这都多亏了您 作为回报 我想在我抓到的猎物中 选最出色的那只献给您可以吗 大公主本来是注定要领盒饭的恶毒女配 被剧透后峰回路转 不仅把女主迷成恋爱脑 男主也要百般讨好她 但这男主脑子指定有点毛病 狩猎比赛还没结束 她就说要把最珍贵的猎物送给贝拉 要知道赠送猎物一直是冠军才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这家伙确定自己这次大赛会夺冠 贝拉尽量让自己保持微笑 天哪 真是谢谢你 虽然我很乐意接受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也想把猎物送给你 但是我已经答应送给别人了 其实贝拉并没有要送给谁 自己打的猎物当然要送给自己啊 基里安好像没有听懂贝拉的言下之意 既然您答应收下我的猎物 那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专注狩猎了 回到宫殿贝拉还是不明白 一个连礼物都不收的人 为什么要把猎物送给我呀 弗莉娜知道她说的是拜伦少公爵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在远处看你们相处的相当不错了 大家也都说您和拜伦少公爵很般配 贝拉一下从沙发坐直 够了 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话了 贝拉知道那家伙最后会和蒂娜在一起 这时她也感到有些奇怪 自从第一天过后就没发现过好的猎物 有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第一天她带了蒂娜送的手卷 她提醒弗莉娜明天狩猎前将手卷准备好 也猜测因为蒂娜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 她都是神最为偏爱的宠吧 那我就可以把她送的手卷 当成是神力女神的庇护 虽然贝拉平时不迷信 但真的不想输掉这次狩猎比赛 想想那人天真无害的嘴脸更是不爽 这时弗莉娜叫住她 带皇女殿下 您准备什么时候去白夜殿堂吗 贝拉这也才想起这件事 当即起身前往 而此时白夜殿堂外边正有人呵斥 你这小子怎么慢吞吞的 都怪你偷懒 害我们到现在都不能下班 杰拉德没敢反抗 她知道今天自己的苦意早就干完了 然而那两个人想到 还催促着 愣着干嘛 还不快点装回去 杰拉德对这种无端的暴打早就习以为常 这比之前索然无畏的人生好多了 很小的时候杰拉德的母亲就去世了 在那之后父亲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 他变得暴躁也不再管府邸的事情 庸人们慢慢离开了 就连一直照顾杰拉德的乳母也走了 最终偌大的府邸只剩下父亲和他两个人 为了生存 杰拉德不得不出去偷东西吃 为此常有人过来找说法 他们知道是家长的问题 都让他多照顾下儿子的生活 可惜杰拉德的父亲根本没放在心上 反而责怪杰拉德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不要给我添麻烦 没用的东西 自那之后杰拉德很少出门 在这幽暗的房间里 也只有如母送的魔力石会发出亮光 每天晚上他都会津津有味地看着视频上 那个寻找白三草给母亲做花圈的开朗女孩 他感觉只有这样自己才算是活着 而现在他绝望的蜷缩身子响了也是 那个带着白三草花环灿烂笑着 还有在温室里没有甩开自己的手的姑娘 如果能再见到他就好了 突然一道金色闪电划过 高冷而不容置疑的声音响起 我今天算是开眼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白夜殿堂用暴力叫花一端分子呢 上辈子他是女主忠实的骑士 却被恶毒女配夺去肉体和灵魂 这辈子还没等大黄女找上他 他就已经对大黄女放心暗许了 毕竟白三草殿下的视频 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孤独的日日夜夜 长大一点后还被大黄女亲手救下 在温室他的手没被甩开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他这辈子也离不开大黄女的掌控了 现在他无比绝望 却还想再见见那个白三草殿下 于是贝拉真的来了 刚刚咄咄逼人的两人一脸惶恐 大黄女殿下您误会了 我们只是用手杖指那些掉下来的东西而已 白夜殿堂一直都是用真诚感化一端分子的 贝拉一眼就看出他们在撒谎 只是用冷冷的眼神注视他们 然后静止走到杰拉德面前 这不用你动手捡 杰拉德还在迟疑 一旁的白衣人连忙过来拉他起来 大黄女殿下说的是 你还跪着干嘛呢 赶紧起来了 把魔力时装好后两人还想解释 贝拉也懒得追究他们 这次就算了 你们走吧 杰拉德躲在身后复杂地望着贝拉 贝拉看到她的眼神更加确定了 这个男孩就是蒂娜的那个骑士 也是即将成为我的祭品的杰拉德 再等一等吧 我会让你成为我的人 在那之前我需要做一些准备 狩猎节第四天 没参加狩猎的皇子皇女们在园子里闲聊 只有蒂娜显得十分不合群 如果不是贝拉的原因 说不定克洛艾早就把她赶出去了 克洛艾越想越气 不要被我抓到把柄 不然我是不会放过她的 二皇子不利却还是很疑惑 为什么贝拉姐要剪短发呀 正常情况下皇族都会把头发留长啊 克洛艾不愧是贝拉的头号忠实粉丝 你们不觉得贝拉姐姐短发特别酷吗 那些鸟飞起来的时候 贝拉的眼神特别迷人 这时三皇女注意到 克洛艾姐姐 你今天不是带着戒指来的吗 克洛艾这才发现戒指不见了 她的大叫声让蒂娜吓了一跳 蒂娜知道又有什么事情找上门了 刚刚明明还在的 我得赶快叫侍从们去找 突然她灵光一闪 我有一个好想法 接着克洛艾就对蒂娜说 你还待在那里看什么呢 你刚刚见过我的戒指 应该知道她长什么样吧 立刻去给我找回来 而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被别人看在眼里 拉米埃无聊地打着哈哈 好不容易在她身上安插了饮舌 她却一直在狩猎会场上待着 看来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狩猎那种 毫无美感的活动 待在温馨的家里不相貌 下一刻她猛然坐直 好像有趣的事情要发生了 画面中蒂娜已经找到了戒指 她面前不远处 米利奥正追着兔子跑 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 遮住了阳光 蒂娜大声提醒 皇子殿下 但是魔兽已经扑来 蒂娜只能用身体将米利奥护住 另一边 贝拉打到了一头猎物 这让她的心情大好 还好我换了狩猎区 这猎物还算不错 她有预感这次猎物 肯定比拜伦少公觉得要好 这时她也想起书里 有写狩猎节会发生一件大事 魔兽闯入狩猎节会场 袭击小皇子 蒂娜挺身而出 但让自己陷入了危险中 危急时刻 基里安·拜伦出手相救 这就是男女主命中注定的 老套相遇剧情 虽然书里面没提到时间 但贝拉总觉得那件事 很快就要发生了 等她回到会场的时候 这里被许多护卫保护了起来 贝拉知道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米利奥见到贝拉就哭着跑过去 姐姐我好害怕 刚当我去看兔子 然后魔兽就钻了出来 贝拉揽着米利奥就开口问 拜伦少公爵在哪里 他保护皇族有功 我得当面感谢他才行 护卫有些惊诧但还是如实比报 少公爵大人去狩猎还没回来呢 骑士们好不容易才把魔兽制服了 贝拉没想到事实竟然是这样 所以是什么导致剧情跑偏了 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 因为姐姐患有心脏病 父母就将所有的爱都给予了弟弟 为了博得母后的一点关心 姐姐事事都听从她的安排 换来的却是数不尽的冷落与责备 就在几分钟前 魔兽袭击了米利奥小皇子 贝拉本以为就像原文所说 是男主基里安将蒂娜和米利奥救了下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贝拉询问蒂娜当时是否在场 现在又是去了哪里 但米利奥嘟着嘴抱怨 我不知道 她刚刚突然把我推倒了 姐姐你一定要帮我教训她一顿 贝拉知道米利奥真的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反而询问一旁的奶妈 皇子竟然会被袭击 米利奥见到皇后过来哭得更大声 皇后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她 转而喊了跟在米利奥身边的奶妈 然后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麦诺亚伯爵夫人 你身为皇子的如母竟然如此懈怠 真不知道我还要容忍你到什么时候 再怎么说奶妈也是伯爵夫人 虽然有错在先 但当众打脸也太过分了 贝拉刚想着别人 下一刻就被皇后点名了 大皇女 我让你好好照顾皇子 但你这个姐姐都在做什么 母后 米利奥确实是被吓坏了 不过幸好有惊 话没说完一只手就抬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但被打的却是贝拉的侍女弗丽娜 皇后立马皱起眉头 区区侍女竟敢挡下我的巴掌 对不起皇后殿下 回宫后我甘愿受罚 贝拉只觉得心里一阵刺痛 母亲刚刚是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吗 我的处境和心情她就一点都不考虑吗 皇后则是继续嘴上输出 幸好米利奥没事 如果她受伤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贝拉攥紧拳头 分数下人带弗丽娜去看医生 不许走 我要把她带回我的宫殿好好调教 不知道是不是你太纵容她了 才导致她如此放肆 贝拉一口拒绝了她 我不会让弗丽娜去你那的 这么忠实护主的侍女 我奖励她都觉得不够 就算你是母后 也不能对我的人指手画脚 是啊 连亲生母亲都不在乎自己 而弗丽娜却主动护着自己 皇后当场发飙 你的意思是要在这里反抗我吗 不是的 我只是向您敬献忠言而已 如今您的宝贝皇子毫发无伤 还不如先奖赏一下那些护主有功之人 希望您贵为皇后 在责怪其他人之前 先展现出符合您身份的品格 皇后听到这些话 再也抑制不住怒气 真是令人无语 你要丢我的脸也要有分寸吧 米丽奥在一旁劝道 母后 请不要对姐姐发火了 皇后这才收住情绪 吓到你了吧 我是因为担心你财 话没说完米丽奥就扑了上去 这下她全心思都在自己的宝贝儿子身上 也无暇继续责备贝拉了 贝拉又感觉心里一阵刺痛 皇后殿下 我还有事要忙就先退下了 皇后还想叫住贝拉 贝拉却是没在理她 而刚刚发生的事都被基里安看在眼里 走出人群的视线后贝拉开始奔跑 她感觉有一条虫子钻进了身体里 一直在啃食她的血肉 她只想再跑快点 把那条虫子甩到身后 直到力竭贝拉才停下脚步 抬头看去 却见蒂娜一个人坐在木桩上 身上的衣服则是破破烂烂的 她遥望着远方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刚刚那些人还说没有人受伤 蒂娜也终于发现了贝拉 想要站起身行李 却被贝拉劝阻了 别站起来了 我看你好像受伤了 此时贝拉也是心怀愧疚 因为她在书中看到的未来被改变了 由于她更换了狩猎区 基里安的路线也发生了变化 这才导致她回来比较晚 也就没能及时出现救下蒂娜 贝拉明明知道在不远后的将来 蒂娜会成为比任何人都闪耀的女主 但现在看到她被如此冷落 心里也是有些不舒服 贝拉心想 可能是因为我狼狈的样子跟她很像吧 她们明明是天生的宿敌 大黄女会成为尸杀的恶女 而四皇妹一经觉醒 不仅成为帝国的至强魔法师 还承认了大黄女这个大反派 如今的蒂娜空有黄女之名 却根本没被人放在眼里 明明受了伤却没人知道 贝拉看到蒂娜如此楚楚可怜 竟觉得于心不忍 她也瞧见环绕在蒂娜脚边的尹蛇 她扶而长叹 还真是让人放不下心 尹蛇眼见大势不妙想要溜走 却被贝拉一脚踩的灰飞烟灭 拉米埃那家伙应该也会打到疼吧 看不到尹蛇的蒂娜很不解贝拉的举动 还没发问头发就被撩了起来 她连忙又挡了回去 大黄女殿下 这样会把您的手弄脏的 我的头上都是灰尘 贝拉解释是想给她治疗 接着抬起手施展治愈魔法 只见蒂娜身边生起温暖的光芒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 不一会儿蒂娜眼里就泛起泪花 谢谢您 您真的好温柔 贝拉想不到自己不过简单施展了的魔法 就把她感动成这样 我为什么会觉得她和我很像呢 贝拉明知道她这是在欺骗自己 因为她们的地位根本不对等 自己是皇后所生的大黄女 另一个是奴仆所生的兽气包 接着贝拉莫名问了一句 你喜欢我吗 蒂娜立马喜笑颜胎 如果我有资格的话 那我当然喜欢您了 只有您会对我这么好 在这一瞬间 毕种扭曲的优越感在贝拉心里蔓延开来 我可怜又可恨的妹妹啊 在不久后你将会夺走我的一切 但如果我把你掌握在手中 成为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人 或许最后我能成为这个世界的赢家 于是贝拉弯下腰温柔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来当你的姐姐 而这场狩猎大赛因为魔兽袭击事件 被皇后吵着停止了 弗丽娜感觉非常惋惜 她是很期待贝拉能夺得冠军的 贝拉倒是没怎么在意 反而问起弗丽娜的脸怎么样了 多亏您用魔法帮我治疗 现在已经痊愈了 而且也没有留吧 贝拉只是简单回了句万幸 弗丽娜却说出了自己的感觉 皇女殿下 我觉得您最近变得更亲切了 贝拉立马露出凶狠的表情 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久后蒂娜一脸惶恐地站在门外 贝拉则是抱着手询问 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吗 说完便直接进了门 真是不好意思 没通知你就过来了 查了下环境 真的是又小又久 而且侍女的影子也没见到 这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呢 于是她跟蒂娜来到房间 这里虽然小蛋还算干净 蒂娜指着唯一的椅子说道 您请坐这边 贝拉汗言 那你坐在哪里 不想蒂娜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坐在这里就行 贝拉无语 你还是坐在床上吧 几分钟后 贝拉品到了皇宫最难喝的茶水 蒂娜则是不知所措的摆弄手指 因为第一次有客人来 所以我太紧张了 贝拉则是看向发抖的两个侍女 亲自叫侍女回来欺茶也就算了 竟然只准备我的茶杯 想也知道平时蒂娜受到的是什么待遇 这时蒂娜犹豫豫说道 那个 大皇女殿下 上次的事情谢谢您 那时候我还没能好好向你表达感谢 贝拉只是回了一句恩 接着蒂娜又说起狩猎大赛被终止的事 贝拉还是敷眼硬了下 对了 三皇子殿下怎么样了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贝拉叹气 没事 她好着呢 贝拉真的很无语 如果必须善良的跟个傻瓜一样才能当主角 那我还是等下辈子吧 蒂娜则是松了口气 您的亲人没受伤 可真是万幸 听到这话贝拉不乐意了 你不是受伤了吗 你也是我的亲人啊 那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我当你的姐姐 蒂娜激动的不行 我以为您那么说是为了安慰我 那您真的 真的愿意做我的姐姐吗 贝拉表示自己从不说空话 还有你赶快让下人再准备一把椅子 以后我来的时候 你可不能再没有地方坐了 蒂娜开心的一口答应下来 贝拉就是要这样 一点一点融入蒂娜的生活 在别人发现她的价值之前 将她完完全全掌握在手中 大姐终于帮四妹摸福利了 在见识到蒂娜残破不堪的寝宫后 贝拉在用膳的时候跟父皇提出 要对蒂娜的寝宫进行修缮 众人都不敢想象能在贝拉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皇帝还再次确认她说的是不是四皇女 然后才说随便贝拉怎么做 用完早餐贝拉出门 克洛艾随后跟了上来 姐姐 你真的去她的寝宫了呀 贝拉一口承认了下来 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关心她呀 贝拉觉得理所当然 姐姐关心妹妹而已 有必要让你这么惊讶吗 克洛艾直接愣住 贝拉姐姐你说她是妹妹 肯定是我听错了 这时拉米埃冒了出来 阿勒贝拉 你知道我因为你这几天多难受吗 再怎么说你也没必要踩她呀 贝拉知道是她干掉影蛇 给拉米埃带去了副作用 但一点也没觉得歉疚 我那么做已经手下留情了 再让我看到她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警告完贝拉便离开 她直接来到白夜殿堂 白夜殿堂的首席魔法师 直接出门迎接 大皇女殿下真是谢谢您 用了您上次告诉我的术实后 我在研究上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您不愧是卡密欧利塔帝国的瑰宝 贝拉只觉得没枉费她翻了几天的魔法书 这时莱班眼里亮着金光问道 不过您最近经常来白夜殿堂啊 贝拉目不转睛 只是回了世骂两个字 莱班也走到窗边 您在看什么呢 接着抱怨道 又把人当成奴隶使唤 他们真是魔法世界的耻辱 贝拉却是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 我想把那个男孩带走 莱班这才意识到 贝拉之所以经常过来 也都是因为这个异端分子 却也惋惜道 把她叫化好还早着 您再等五年吧 殊不知五年时间对贝拉来说太久了 她要在杰拉德跟蒂娜相遇前把她带走 之后尽快将她驯服 让她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至少先建立好信任关系 这样在献祭她的时候才不会有所警觉 因为在书里贝拉禁术失败的最大原因 可能是在与杰拉德打斗过程中魔法受损了 想到尽数成功贝拉忍不住笑出了声 莱班很是好奇 看来您是在谋划什么事情吧 但就算您是大黄女 规定上说不行就是不行 贝拉一言道破她的虚伪 你何必在我面前装目作样了 你不是年纪轻轻就身挂五篇月桂夜的首席魔法师吗 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一个让你很感兴趣的东西 莱班无奈笑了笑 看来您很有信心 但您知道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吧 贝拉却仍旧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你肯定会感兴趣的 那是关于我去过世界另一面的故事 文言莱班不在淡定 但也没有立马相信 贝拉确实让她拿真心话宝珠来测一下 果然她立马屁颠屁颠跑去拿 看来她对那个世界不是一般的好奇 我阿勒贝拉在此发誓 我所说的以上内容都是事实 下一刻宝珠就散发出真实之光 莱班激动得不行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那可是大魔法师才能去的地方啊 您这么小的年纪就能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在下实在佩服 贝拉坦然承认 我确实很厉害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一部分记忆分享给你 莱班立马两眼放光 真的吗 那您现在就给我吧 贝拉确实打断她 就算你在白夜殿堂闭门不出 那也应该知道平等交易这种规则吧 等你给我想要的东西我们再谈吧 莱班彻底急了 要不您先告诉我一点吧 皇女殿下 贝拉当然不是肯吃亏的子 第二天克洛艾就找到贝拉 贝拉姐姐 我想要认真跟你聊一聊 她本该是最后的大反派 如今却把女主玩弄于鼓掌中 还不允许别人对她的玩具动手 不管是要毁掉她或是怎样 都必须由自己亲自动手 看到她如此袒护帝拉 克洛艾便直接找到了贝拉 我听说皇姐你最近和帝拉走太近 所以皇后在狩猎节上训斥了你 而且你在早餐提出给她修上宫殿的事 也传到皇后耳朵 似乎她还弄出了一些动静 贝拉心想那个母亲的性格本就如此 克洛艾突然憨憨问道 你关心蒂娜 是不是为了弃皇后才故意那么做的呀 她还自以为猜对了 不然你怎么可能对她这么伤心呢 贝拉觉得这倒也是克洛艾能想出来的 不过皇后殿下也太过分了 明明是蒂娜缠着你 可她以为你也愿意和她混在一起 贝拉淡淡说道 正好说到蒂娜 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有品格的皇女 不想克洛艾简直自恋的不行 我们的品格已经很出众了呀 丽安娜和比比安跟我们简直没法比 贝拉觉得有些无语 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可怕的事啊 贝拉总都能告诉她是未卜先知吧 克洛艾十分猛圈 好奇怪啊 你举的例子为什么这么具体呢 贝拉微笑道 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那你以后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我也保证不会在礼物上施展火焰魔法 让蒂娜的宫殿起火 更不会试图用吊灯来砸的 克洛艾这么一笔 果然还是姐姐你厉害 所以你是想亲自动手吗 贝拉扑斥笑出声 然后揉捏着克洛艾的脸 我的妹妹啊 我怎么会做那么坏的事呢 我们不是有品格的优雅黄女吗 克洛艾对此反而一脸享受 姐姐你说的对 我们才不会做那种事呢 贝拉只觉得这小家伙简直不要太吼 完全让人讨厌不起来 克洛艾刚想到别变眼前一亮 快看 是拜伦少公爵 听到声音基里安便走过来打招呼 基里安拜伦拜见二位黄女殿下 克洛艾立马娇羞躲躲到贝拉身后 看着既欢喜又疯癫的克洛艾 贝拉只敢无奈 明明不叫对方就可以不用打招呼的 但贝拉还是客气询问他来皇宫有什么事 基里安表示是来看望父亲的 贝拉立马委婉感人 这么说来是克洛艾耽误你了 公爵肯定在等你 你赶紧去吧 不料基里安微笑着说没关系的 我已经办完事准备回去了 贝拉为吃礼貌的微笑内心却是无奈 我有关系 这会让我很尴尬的 毕竟那天少公爵也亲眼见证了那场骚乱 不知道为什么 贝拉觉得他今天在很认真的看着自己 片刻后基里安终于想到话题 对了 今年的狩猎赛很可惜 不然摘得桂冠的人肯定是大皇女殿下 说到这点贝拉也有点怨气 因为比赛中途结束 导致以中间轻点的成绩来定胜负 所以冠军被基里安拿走了 但贝拉当然不会把这种情绪放在表面上 你真是太谦虚了 毕竟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那就恭喜少公爵了 大皇女殿下你还记不记得 那天我们不是约定好了 我赢了的话就把最好的猎物献给您了 您当时答应很快 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克洛艾在一旁惊呼 但是没能遵守约定 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因此我有个请求 我斗胆邀请您在皇宫宴会帮我的舞伴 以此来弥补那个约定可以吗 贝拉无语 这剧情怎么朝奇怪的方向发展了呀 与此同时白夜殿堂议事厅内 莱班将贝拉的请求告知了众长老 这惹得大多数长老不满 教化时间不都订好了五年吗 还是你觉得自己身挂五篇月桂夜 就可以无视长老们的意见了 莱班表示 如果答应了大皇女殿下的请求 应该能拉近白夜殿堂和皇族的关系 长老却说这不是充分的理由 虽然大皇女是一位优秀的魔法师 而且她这个要求如此过分 不知道有没有把白夜殿堂的规矩放在眼里 莱班心里咒骂这帮老顽固 但如果把大皇女去过世界另一面的事情告诉他们 他们肯定会同意 但莱班知道如果这样做 自己就可能看不到那段记忆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那个男孩从这里带出去 她是古代魔法王国的公主 也是当今帝国的四皇女 却被兄弟姐妹瞧不起 还被侍女仆从无情耻笑 本该在十六岁觉醒天赋 一举成为帝国的至强魔法师 成就故事的女主之位 却被提前知道剧情的大姐先一步设计 在所有人都不待见她的时候 贝拉却有意接近她 按照贝拉所想 要把她牢牢把控在手心 这样才有机会活下去 本应成为蒂娜的丈夫的基里安 也拜倒在贝拉的十六群下 当然贝拉不是那种情窦初开的小女孩 面对基里安的邀请 她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总觉得这个男人不怀好意 今天贝拉又来到蒂娜这里喝茶 这里不像上次一样 只有一张椅子 还多了一张桌子 这时贝拉也注意到 蒂娜一直戴着的项链 听蒂娜说这是她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贝拉一眼就看出 上面印的是古代魔法王国的标志 正因为蒂娜是古代所来王国的后裔 所以她才能觉醒后 成为初衷的魔法师 一想到她到时候成为女主 就和自己珍宗相对 贝拉嘴里的茶都变苦了 这时侍女来报 说是白夜殿堂的来班魔法师 急着找贝拉 而莱班已经是面容无比憔悴 贝拉却毫不在意地问 叫话期缩短到几年了 听到只缩短了一半 贝拉也没有惊讶 这是她早有预料的 莱班继续补充 我应该还能再跟他们交涉一次 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贝拉一言道破她的虚伪 铺垫这么多干什么 直接进入正题吧 莱班立马收起刚刚的疲态 如果您能激发我的干劲的话 文言贝拉轻笑一声 你是想提前看 关于世界另一面的记忆吧 那我就给你看五秒钟 莱班还想讲价要看十秒呢 但看到贝拉那坚定的眼神就怂了 我只能给你五秒钟 你不愿意就算了 但是我现在还要做些准备 请您一定要答应我 不久后莱班拿来了 共享记忆的魔法术士 以及帮助增强力量的魔力士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吗 莱班只能解释为了防止伤害到贝拉 于是两人坐在术士的两边手拉手 随着术士的发动 两人的手发出微弱的金光 跟莱班的忧心冲冲不同 贝拉则是表情淡定 不久后两人中间光芒大方 这也是术士发动成功的象征 莱班也得偿所愿 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眼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相比之下 贝拉的内心简直毫无拨来 这地方她都不知来过多少次了 但五秒时间眨眼就过了 莱班温特已经超过五秒了 莱班的手却抓得更紧了 皇女殿下再让我看一会吧 世界的另一面对我眼 贝拉知道她是想用魔力留住自己的记忆 这也是她早就猜到的 你别想了 说吧贝拉加大魔力输出 莱班苦苦哀求着 您再给我看一眼 突然刺眼的金光亮起 紧接着发生不大的爆炸 莱班直接被炸飞在地 而贝拉已经走到墙壁的窟窿里 莱班温特你违约了 莱班刚从刚刚的爆炸中缓过来 就听到让她更加蒙圈的话语 因为是你先违反约定的 所以我现在就要把那个男孩带走 莱班这才回过神 而此时楼下不少人都被这里的爆炸吸引过来 其中就有少年杰拉 贝拉给莱班留下甜甜的微笑 我会负责说服陛下的 那些老头们就交给你了 说完她就跳了下去 她的身体缓缓飘向地面 最后停留在杰拉的面前 你好啊 我们算是老熟人了吧 大黄女仗着高贵的身份将少年抢回宫里 二话不说就将她扑倒 因为她太缠这位少年的身体了 虽然贝拉拥有超强的实力 但她从小患有心脏疾病 而且未来注定是个大反派 为了能活命 她必须将女主牢牢握在手中 还有这个对治疗自己心脏疾病 有着至关作用的少年 为了早点得到这个少年 避免夜长梦多 贝拉小小设计了一下 白夜殿堂的大魔法师 她将魔法塔炸出一个窟窿 然后如仙女下凡般 出现在杰拉的面前 如果你愿意为了逃离这里 做任何事的话 就牵住我的手 我来带你走 单纯的杰拉德果断将手放了上去 贝拉还提醒她 一定不要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 来搬在塔上庞降 大黄女殿下 不可以 然而四角依旧离地 贝拉一道魔法打向空中 白夜殿堂的杰戒轻易被她打 接着贝拉就拉着杰拉德飞向空中 她满心欢喜 因为她终于把未来做恶女时 会用到的祭品弄到手了 但很快她就被皇帝召见了 大黄女你是不是疯了 现在四处在抗议不断 贝拉抱歉着说道 让您担心了 我只是太心急了 才把事情搞成这样 皇帝也耐心问 她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 贝拉一脸真诚回答 父皇 没准那个男孩会成为 治疗我这个病的唯一线索 听到这话皇帝也不淡定 贝拉继续解释 您也知道布洛比斯树林 发生的那件事吧 那个时候我无意间发现 那个男孩的魔力波长很特别 我想利用他来研究 延缓我病情的魔法术师 皇帝也开始动摇了 你说这话是有什么根据吗 贝拉表示现在还不能说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我也想要抓住 她当然不能说 自己打算用禁术 那可是帝国明令禁止的 但皇帝仍然觉得苦恼 我倒是能理解你 就是不知道 白夜殿堂的那些长老 会不会放过 贝拉却说要跟那个男孩 缔结从属印记 皇帝这才知道 贝拉有多么迫切 也只能由着他了 不久后贝拉回到寝宫 便找到杰拉德 你看起来比当开始好多了 虽然我能用魔法帮你治疗 但你知道的 那样做的话 你自身的恢复能力就会变了 贝拉说的话 看起来是为了杰拉德好 其实只是不想 到时候献祭使出什么意外 杰拉德则是沉默不离 贝拉也不忙 你的话好少啊 不过这样也好 以防万一 我再确认一遍你的名字 你叫杰拉德拉斯那对吗 杰拉德点头应试 很好 我现在就和你地结从属印记 杰拉德有些不解 贝拉忽悠道 你不是想逃出白夜殿堂吗 从属印记是皇师血脉 才能使用的固有魔法 这是在双方同意下 才能地结的圣洁誓言 第三方不可干涉 但是从属方包括生死在内的一切权利 都归支配方所有 而支配方则必须对印记 和从属方负起一切责任 简单来说 地结了从属印记之后 你就不再属于白夜殿堂 而是属于我了 而我会负起全部责任来照顾你 我只能和一个人地结从属印记 现在我愿意把这个特殊权利 用在你身上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以让你恢复自由了 其实贝拉一点要放开 杰拉德的想法都没有 自己的命可是要用她的命来陷进 杰拉德果然被忽悠的心动 贝拉继续添火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 因为我的寝宫有结界 所以你没感觉 但是白夜殿堂在你身上 设下了魔力链 她早晚会折磨你的 杰拉德这才肯答应下来 贝拉一秒也不想耽误 把你的手给我 杰拉德轻轻将手搭了上去 贝拉汗言 你就不能好好拉住我的手吗 说吧 她直接将杰拉德的手扣住 杰拉德立马脸红 然后就听见轰隆的一声 弗利娜闻声而来 贝拉连忙制止她 弗利娜我没事 你别进来 说实话她是有点痛的 但被压在地上的杰拉德 可能更痛 我说你为什么突然把我拉倒了 杰拉德默然无语 只是心脏快速跳动 贝拉直接抓住她的手腕说道 那就这样继续吧 可能会有点疼 杰拉德还想要抵抗 但贝拉根本不给她机会 别动哦 说吧 两人的手间有鲜血流出 一直流到地上的魔法术室 接着术室散发出阵阵光芒 贝拉嘴上呢喃着古老的咒语 随之一条透明的链子 套在杰拉德的脖子上 不一会儿链子消失 一个奇怪的符号 在她的前景浮现出来 微笑在贝拉的脸上绽放 可怜的杰拉德呀 有了这个魔法 是你绝对摆脱不了我 还有本应成为你主人的蒂娜也一样 你们真是我牢笼中的 两只可怜的小鸟啊 虽然很久以后 我会要了你们的命 但是现在就为我隐行高歌吧 想着贝拉便昏死了过去 为了成功收服祭品 贝拉直接昏倒在地 还导致心脏疾病发作 她一连好几天不能下床 不过这时的她却是无比舒畅 因为终于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东西 等她恢复后 弗丽娜将这几天的信都拿了过来 首先是二妹克洛爱的 姐姐听说你病倒了 用餐的时候都看不到你 我好担心啊 不过听说你把那个 红发一端分子偷走了 难道你是想为爱拼一把吗 贝拉只觉得她是言情小说 看多了脑残 其次就是拉米埃 阿勒贝拉你还是疯了吗 竟然做出这种事来 你都不知道 我这个当哥哥的有多担心 接着还有莱班温特的信 她诉说自己为了收拾烂摊子 做了很多事情 有一封信让贝拉感到意外 巴伦家族的文章 看着后院里繁茂的杨怀树 总觉得独自一人欣赏太过可惜 所以我将其付在信中寄给了您 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贝拉不解基里安为什么会写信过来 而且感觉肉麻得很 至于剩下的都是白夜殿堂寄来的 贝拉不用看都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这时弗丽娜将报纸拿了过来 贝拉这次的发病被当成闭关反省 至于杰拉德的事 因为提前做好了准备 也很容易就解决了 现在百姓都说贝拉是拯救少年的英雄 而皇帝因为白夜殿堂虐待一端分子大发雷霆 那些用作证据的影像魔力石被莱班买了下来 在皇帝和贝拉还有莱班的合作下 为了不让这些肮脏的事情泄露出去 白夜殿堂只能跟皇帝签下保证书 由皇室全权负责杰拉德的人身安全 而皇室保证不会向外泄露 记录了虐待行为的魔力石 事已至此 贝拉决定让杰拉德在自己的寝宫生活 弗丽娜说自己肯定会按照命令行事 但她并不喜欢那个男孩 她的眼神太叛逆了 贝拉表示这正是看好她的原因 驯服她的过程肯定会很有趣 不久后弗丽娜找到杰拉德 告诉她再过不久就可以拆掉绒带了 杰拉德却是支支吾吾地问 为什么我从那天之后就没再见过皇女殿下了 杰拉德很清楚大皇女是用甜言蜜语吸引自己过来的 现在脑子依然是一片混乱 她想再见见皇女殿下 也许能抚平她那杂乱的心血 她还想道个歉 就那天在温室威胁的事 我真的好想再见你一面啊 弗丽娜却是无情告诉她 皇女殿下可没有闲功夫见一个侍从 你也不要觉得和皇女殿下结下了从属印记 就以为自己有多特别 也不想想看她是因为谁才晕倒的 文言杰拉德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弗丽娜清了清嗓子 无论如何 侍奉殿下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 在你痊愈前 我会先教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做侍从的工作 然后她向杰拉德递出一个盒子 总之你先看这个感受一下对主人该有的敬爱之心吧 杰拉德有些不解 他们也是想和白夜殿堂那样 强行给我灌输一些思想好让我歌颂他们吗 大皇女士想让我变得温顺 然后为她所用 一阵失落感袭来 但她很快就想通了 清醒一点吧 杰拉德 虽然对白三草殿下的心意很复杂 但我也不会被这种伎俩梦腾的 毕竟这些可是皇室的魔力石 肯定加了更强烈的魔法束缚 我绝不可以被影响 想着投影已经被她打开 映入眼帘的正是还没学会走路的白三草殿下 她明明是白月光女主的专属骑士 现在却和腹黑恶女混在一起 即使知道恶女是有目的才帮助自己的 她还是禁不住引诱 一边说着不可以 又很主动地打开影像魔力石 看到小贝拉一啊一啊叫的时候 她就注定堕落了 看着旁边一大箱的影像魔力石 她竟然还有些欣喜 难道这些都是记录殿下的魔力石 于是她一个个地打开 然后从头看到尾 有贝拉第一次学会翻身的 还有跟不偶小熊玩耍的 然后是贝拉刚学会走路的 她觉得自己明白了弗丽娜留下的那句话 通过看这些视频感受对主人该有的敬爱之心 杰拉德看着脸也红了 而弗丽娜正在屋外偷描 专注力还不错 也都怪我们皇女殿下那么可爱 那就让她再看久一点吧 这时杰拉德也看到了贝拉找到四叶草的画面 那是她以前在小黑屋一直能看到的视频 而当天晚上 贝拉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 难道是因为躺了十多天的缘故吗 看来得出去散散步了 还好弗丽娜不在 不然又被唠叨了 夜深人静的楼下 贝拉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感觉 这十几天确实是憋坏了 现在我的身体也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明天就去面见陛下吧 贝拉正想着 突然脑中有所察觉 她能感受到从属印记正在自己身边 也就是杰拉德 确定位置后她聊起长发说道 嗨 晚上好 是你在那里吧 杰拉德微微一惊 随即走出转角 你也是出来散步的吗 如果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走 杰拉德沉默不语 但也卖不上钱 片刻后才问道 为什么你这几天都没来看我 贝拉有些意外 没想到你会问我这种问题 看来你已经等我很久了 但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 杰拉德却不信她的鬼话 我知道你生病了 也很担心来着 不知道你病得是不是很严重 这话让贝拉有点震惊 已经很久没人和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了 但她依旧死不承认 你想多了 我就是太忙了而已 当时之所以会失去意识 估计是因为地结从属印记 比我想象中还要耗费体力吧 闻言杰拉德更加钻紧自己的衣袖 所以真的是因为我才晕倒的 那你为什么宁愿飞那么大劲 也要把我带回来呢 或者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贝拉反问 一定要图你点什么才能这么做吗 杰拉德却说这个世界 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对别人好 贝拉沉默了 她总不能说自己缠她身子吧 不过她突然想起书中的那一幕 那天杰拉德问蒂娜为何选择她 而蒂娜的回答是 因为你和我很像 看到你从底层拼命往上爬的样子 就像是看我自己一样 仅此一番话 就换来了杰拉德忠心不渝的守护 贝拉斯所片刻也说道 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 你这种不轻易屈服 脆弱却不懦弱的的人 所以我才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即便我是一个人人喊打的罪臣之子 你也不在乎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你是你 你的家族代表不了你 而不久前的二皇妃寝宫内 二皇妃卡塔利娜很是愤怒 不管怎么说 她可是抢走了一端分子 陛下到底在想什么 要是她一直这样庇护大皇女 那下一任继承者肯定非她莫属 我们家拉米埃可怎么办 侯爵你也快想想办法呀 格雷侯爵却露出一抹坏笑 姐姐您放心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当纯情少年遇到知性欲解 真的会被当成狗一样玩 杰拉德明知道对方对她目的不纯 但总是忍不住靠近 只见贝拉德拖还不小心脱落 杰拉德就屁颠跑过去捡 几天不见她就像是换了个人 不仅语气变了 服侍起贝拉也表现得如此自然 见状贝拉问她最近跟弗丽娜学些什么 杰拉德说是学礼节 因为她现在隶属于贝拉 有必要遵守基础礼节 贝拉不知道杰拉德每天晚上 都在偷偷看自己的流影 这也不知不觉削减了她的抵抗心理 只当是弗丽娜教得好 一想到杰拉德原本会成为 效忠蒂娜的骑士 现在却改造成了服侍自己的仆从 她莫名觉得有些过瘾 不过也很可疑 觉得她有些公顺过头了 毕竟这家伙在白夜殿堂的时候 可是一个刺头 听到问话杰拉德支支吾吾的 贝拉怀疑她想让自己放松警惕 然后逃跑 于是她让杰拉德把手伸出来 自己要确认一下 杰拉德刚想问确认什么 就看见握住的两只手闪烁蓝光 她一下就歪倒跪在地上 还出言让贝拉等一下 贝拉反而紧握她的手 谎称想看看从属印记有没有副作用 她当然不会告诉杰拉德 自己是确认印记的连接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 不管杰拉德跑到哪里 都逃不出贝拉的手掌心 两人的魔力相交在一起 杰拉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贝拉也能感觉得到 他们两个的魔力从头到脚都在共鸣 就像是合为一体的感觉 贝拉细细感受着 只觉得这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 虽然她是第一次地结从属印记 但她很清楚这事 够了 别再确认了 杰拉德突然出声打断 贝拉若无其事摊开手说道 好像没什么问题 反观杰拉德缓了好一阵 这才问贝拉为什么突然这样 贝拉敷衍得笑笑 抱歉 吓到你了吧 不过你真的要好好锻炼身体了 这么轻易就被我拉过来 杰拉德有些不服气 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做出那种事情 贝拉也承认自己确实用了一点魔法 最终杰拉德还是选择妥协 因为她觉得跟贝拉说的就不是一件事 同时她也很疑惑 刚刚她就像是把自己从内到外看了一遍 为什么她能如此拨拦不惊 贝拉则是打句道 你现在说话又恢复成原来那样 还真是放肆呢 所以你还是在和弗利奈多学些礼节吧 文言杰拉德直接落荒而逃 贝拉觉得偶尔逗逗她还挺有意思 但现在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 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数 傍晚时分 二皇妃回到宫里就发牢骚 她觉得拉米埃的那条蛇简直不要太吵 难道是世界上可爱的东西都死绝了吗 非要带着玩意儿 拉米埃也没想到她去皇后那回来这么早 文言二皇妃大笑 因为贝拉导致皇后生气 她倒是觉得很有意思 接着话题转到贝拉身上 话说拉米埃 你不会想一直跟大皇女混在一起吧 拉米埃示意她放心 我又不是克洛埃 您觉得我是因为喜欢那傲慢的臭丫头 才追随她的吗 果然二皇妃立马相信了 拉米埃只觉得这母亲简直不要太吼吼 话说回来 阿勒贝拉最近好像喜欢玩人偶游戏 搞得我也挺想跟她玩的 也不知道如果我惹了那个人 她会是什么反应 第二天的慈善活动上 三皇女看着贝拉怀里的大把鲜花发愁 这也差太多了 还不如跟克洛埃姐姐一起来呢 其实就是克洛埃来部了 因为这可是大皇妃主板的慈善活动 二皇妃肯定不让他们出门 眼看三皇女被她母妃叫走 贝拉心想自己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不料就有不速之刻到来 丘诺格雷一二拜见大皇女殿下 听说狩猎节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现在看到您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贝拉听得出这家伙的前台词诗 听说你和你母亲吵架了 这件事已经传开了 对此贝拉回忆礼貌微笑 传播谣言的人无处不在 而把谣言当成事实的愚蠢之人也不少 对方知道逃不了好就搬出另一件事 我听说您和蒙泰拉伯爵家的三少爷 正在积极交往中 贝拉汗言 这种谣言又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呀 这些人就这么闲吗 前世她是圣洁女主的忠实伴侣 这辈子却追着反派恶女不放 就在刚刚 侯爵故意说贝拉和蒙泰少爷关系密切 甚至在狩猎节上为贝拉当众献唱 贝拉知道她是想借这件事 影响自己和有实力的家族联姻 就算贝拉明说没有 对方依旧不依不饶 还说蒙泰少爷是贝拉的未婚夫 而贝拉曾经的未婚夫何止一两位 但那都成为了过去事 事实也跟侯爵说的一样 愿意跟贝拉来往的只有蒙泰少爷 贝拉实在无话可说 这时身后传来声音 很抱歉打扰一下 二位好像在谈论我 不知道我能不能加入 带皇女殿下 我们又见面了 贝拉实则被吓了一条 但也明说没有谈论基里安 基里安却像是块狗皮羔羊 二位难道不是在聊 关于未婚夫候选人的话题吗 侯爵在一旁解释 拜伦少公爵快别这么说 别人听到会误会的 虽然你曾经是 大皇女殿下的未婚夫候选人之一 基里安突然打断她 格雷侯爵您弄错了 大皇女殿下和我订婚仪式还未了结 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 配得上大皇女殿下的人 侯爵的脸色有些难看 贝拉便也开始改 如果侯爵没什么事 那我就去休息了 等她走后基里安才抱歉说道 我连招呼都没打 就加入两位的对话 实在有些失灵了 贝拉却是面色严肃 拜伦少公爵 如果你想听我说谢谢 那你就错了 你应该能意识到 自己所说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影响 说完他便转开 基里安追问 我能请教您说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基里安还想再说些什么 一个小女孩小跑过来 贝拉和矮接过她送来的花 但发现这束花和其他的不一样 突然花束亮起要眼光芒 紧接着爆炸声响起 周围的士兵立马警戒 有人要谋害皇族 快快找出凶手 好在贝拉几人都没什么事 花束爆炸的时候 已经在空中被包裹了起来 大皇妃和三皇女也过来询问情况 刚刚送花的小女孩连忙解释 我就是从活动现场随便拿的一束花 说吧便哭了出来 贝拉表示这不是她的错 错的是那个在花束上施展魔法的人 皇家骑士团长跑过来 很抱歉大皇女殿下 场地太大我们没能找到嫌疑人 现在已经把出口封锁继续搜查 贝拉文言露出为难的表情 但她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见她将刚刚爆炸的花束凝与掌心 随即一道道魔法符文浮现出来 这便是贝拉最近研习的魔法分解术 她可以如此来确认魔法使用了哪些术实 很快贝拉就看出其中的端倪 得出结论 这个人肯定是巴普勒奇斯魔法士团出身 她当即下令调查活动中和这个魔法士团有关系的 其实贝拉心中有了某种开测 但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下定论 觉得她平时没少练习魔法 刚刚竟然能瞬间施展保护魔法 看来你插手也有能帮到我的时候 这个我得谢谢你 突然她一震 发现自己的指甲有些断裂 就见她小声嘀咕 是我反应慢了吗 竟然没能完美阻挡这个小意外 一旁的基里安则是笑出了声 被拉头去不明所以的目光 也不知道她莫名其妙笑什么 突然她有所感应 转身就跟基里安道别 她立马施展传送魔法 此时已经恨得咬牙 杰拉德 所以这就是你的选择吗